男生高中学生大力重锤 象征打败流感 卫福部疾管署一号 前往男生高中 宣导校园流感疫苗接种 今年首次将公费流感 扩增13到18岁青少年 希望透过疫苗接种 达到群体免疫力 年轻人反而容易得 因为年轻人之间的互动 非常的密切 所以说年轻人往往是家里 中第一个得到的 在传染给家里的人 所以年轻人的预防接种 还是很重要 公费流感疫苗今年首度 扩增13到18岁青少年为接种对象 今年在HBL拿下冠军 同时也是亚运国家代表队的 新北市南山高中五位球员 也在宣导活动上 施打流感疫苗 很不错这样之后 就不怕流感再让我 可能不能上课 不能练球这样子 预防感冒 然后就是会对身体比较好 外界以为青少年 身强体状不容易感冒 机关署强调 中小学生虽然不是流感高危险群 但因为在学校上课容易群聚感染 因此是高传播群 今年特别把施打对象 扩大到国高中学生 希望减少校园流行 保护学生健康 也免于家人遭受感染 记者是安娜岛秀 新闻市综合采访报导